第26题 关于存物质和混合物的叙述下列何者错误 我们知道所谓的存物质就是有一定的组成 因为有一定的组成,所以就有一定的性质 所以选项C说 存物质具有一定的特性,这个是对的 因为存物质有一定的性质,所以它就会有一定的密度,所以A也是对的 因为存物质有一定的性质,所以就有一定的融点跟废点,所以B也是对的 那么混合物呢就是组成不一定 因为组成不一定的,所以性质会不一定 因为它的组成的东西不一样,产生性质也就会不一样 所以珠说 混合物的性质不会随物质混合比例的改变,这个是错的 那么它所混合的东西的不太相同 就造成它的性质也会不太相同 所以第26题问我们说 关于存物质和混合物的叙述下列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珠 混合物的性质不会随物质的混合比例而改变 这个叙述是错的 这个叙述是错的